为让社会大众对这些文化奖得主吴明贤老师 跟文化纪念奖得主李荣春先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一来县政府文化局特别制作了两部影片 透过吴老师跟大家对谈文学耕耘的历程 还有李荣春先生的亲人的记忆缅怀 透过镜头一起来认识他们的故事 吴明显先生宜兰壮为人年幼就喜欢阅读 五岁就近小学长大后因为爱好乡土文化 所拽写的作品也都从乡土出发 无论是书写民情关怀社会念资在资 满心萦绕着就是宜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自小就爱写作即便是到了军中服务也离不开创作 还被当时的陆总部调学帮忙编辑刊物 协助军方将刊物文学化 自民国65年退伍后在宜兰高中教了一年的书 民国67年进到了联合报服务 吴明显先生常行担任联合报的记者 提供了相信大众对于新闻认知的管道与讯息的来源 跟着读者互动丰富了他的报道和写作的题材 从联合复刊小说家与张树的故事 台湾人的新年宜兰篇神仙隐居的村落 滨海公路通车后的山海都到面前来 台湾走透透 单单归山岛还未到 中国时报复刊的九穷城 新旧宜兰城 自由时报宜兰河三角潭水鬼的故事 整着一座山的枕头山 SARS期间于世界日报所刊登的土地公戴口罩 更还为宜兰医院写了群述的遗言 为老叔来请命 这些筷子人口的作品使吴明显的大名 堪称是家喻户晓 李荣村 宜兰投诚人 1938年以台湾农业义勇团的名义 进驻到中国上海大厂镇 到了1946年 带着两箱文稿 写作资料和书籍回到了台湾 长期投入写作 是当时文明的文友通讯社的成员 1953年李荣村所写的长篇小说《祖国与同胞》 获得了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讲著出版 李荣村这一生写下了将近300万字的作品 这间是位于头人镇上的李荣村文学馆 里面满是对于这位大师的回忆 李荣村的侄子李启明说 对于李荣村而言 写作就是他的生命 世俗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写作 那时候我刚好在台北师大户中练书 遇到天气清朗的晚上 沧桑两人会出现在台北圆环夜市吃宵夜 世俗几乎每天从早到晚不停的写作 他说写作就是他的生命 他把生命全部献给文学创作 为了不受束缚 他甚至不结婚 好朋友要介绍他到宜兰中学教书 有个固定工作 也被他拒绝 林苑打着林工赚钱 自由自在地写作 李荣村的作品并不像一般杂志 写的是不朽之作 更说作品要感动人 首先要感动自己 作家要有真诚无畏的赤子之心 就是这样的精神 一生以文学为志业 写作的岁月横跨了半个世纪 他的生命与文学共舞 无论多么艰困都未曾放弃追求文学的热身 留下近三百万字的手稿 编为李荣村全集 但令人不舍的是 如此优异杰出的文学作家 辟居头城小镇 有生之日几乎默默无闻 宛如人间蒸发 实为文学界的汉史 有建于此 评选小组一致建议 颁赠宜然县文化纪念奖 来纪念用其一生首顾的写作 为文学付出的李荣村